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川人都死在他的屠刀下 这个说法一直在四川一带流传着 但大家好似又没有什么切实际的证据 后来在四川的冕江底部挖出了他的宝藏 有人觉得这个宝藏里的东西正是他屠穿的证明 但小编却认为这恰恰可以证明他没有屠穿 所谓流传了多年的张献忠的屠穿之说只是谎言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些宝藏 不知道你们又会有什么看法呢 他本是明朝一个不起眼的骨块 被开除之后很不甘心 又跑去当兵差点被砍头 最后直接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那时候明朝几乎要走向灭亡 国家动荡不稳 经常发生农民的暴动 他就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 逐渐成为了一股暴动势力的领袖 很快他便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进入了四川 之后他便自己称帝 准备在四川开展自己的统治 就是在这段他统治的时间里 很多人说他丧心病狂地屠杀了四川人 但其实大家仔细想一下 就知道这个说法有些站不住脚 他既然想要在那里进行自己的统治 又怎么可能把人都杀光 这对他的计划没有一点好处 而且当时他已经掌控四川 也没有必要那么做 最主流的说法是他屠川 是为了可以得到四川人的财富 并且还说他把自己搜刮来的财富 都藏在一个地方 后来在他拜给清军的时候 宁愿把这些宝贝沉浆 也不愿意留给满星一分 这样说来 这份宝藏可以说就是他屠川的重要证据 前些年 这份重要的证据宝藏 被一群挖宝的人发现了 后来在专家的指导下 已经全部打捞了上来 总共大约两万件金银技物 支持他屠川的人说 这就是他屠川的最终目的和证据 但是小编却觉得这十分可笑 区区两万件金银 就是整个四川人的财富吗 这明显不可能 四川当时有近七万人口 那么多富商大股 加起来 才两万件首饰 未免太过滑稽 想当年李自成轻轻松松搜刮了北京百姓几百万两 也不见有人说 他屠了北京城呀 再者说 在张死后的几十年里 四川人民一直在和满清的军队抵抗 从来没有放弃 也没有被征服 试想一下 当时清军的实力是何等强大 倘若就剩百分之十的四川人 还可能和清军死扛几十年吗 所以 不能只是听信传说 在考古和历史学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不要总是说张献宝图川